悲观的宗教 佛法不是悲观的 也不是乐观的 而是真实的宗教 一些批评者 埋怨佛教是不见存的 悲观的 粉饰侄族的 彷徨于沉暗和阴影的生活中 以无害处的快乐为敌人 没有感受这样漂泊于单纯的生活中 他们以为佛教是在悲观里面 孕育一个对生命绝望的生活态度 以及鼓励一种含糊笼统的感觉 认为人生主要的就是被痛苦和邪恶 佔了优势 这些批评是基于他们对佛法中四谛的第一谛 即是苦谛 以为世间所有一切的缘起法 无非都是苦的看法 假使这个宗教的创始者 佛陀 真是一个这样的悲观者 这样我们可以预期 他的人家将会被描绘得更加恶劣 事实上佛陀的形象是和平 庄严的 充满希望 和具有善意的 佛陀的吸引力 和换发神彩的微笑 据说是不可测量和难以理解的 亦都可以说是他教义的缩影 对于那些苦闷或者灰心者而言 他充满理解和希望的微笑 是一种永不失败的振奋劑和安慰的方向 佛陀的慈悲光辉普照十方 这样的人很难是一个悲观者 当劍起王和他的王子听佛陀说法的时候 他们了解唯一真正的获得 是自我的征服 和最佳的方法赢得人民的心 教导他们认识达摩 即是真理 佛陀有高度的幽默感 他的敌对者很容易因此而消除敌意 他们时常不得不对自己大笑 佛陀有一种奇特的振奋劑 他使敌除去他们有危险性的毒素系统 并且使他们甘心追随他的脚步 在他的传教中 问答或者讨论 他坚持平衡和尊严 这些都赢得了人们对他的尊敬和感情 这样的一个人 怎能说他是悲观者呢 佛陀从来没有指望他们的信徒们 内心中常常梦想痛苦的优秀 和过着焦虑和不幸的生活 他教诫痛苦的事实 只是为了他能指出人们 如何克服这种痛苦 和走向幸福的方向 成为一个觉悟者必须快乐 快乐是佛陀忠告我们 所要培养的要素之一 快乐绝对不是悲观的 有两部佛经 一部名为长老解经 一部名为长老尼解经 当中的是佛陀弟子们 充满了快乐的言辞 男众和女众们 以佛陀的教义修持 能够在生活中找到和平和幸福 驱杀罗国王有一次告诉佛陀 他不喜欢其他宗教很多弟子们 看起来好像很潮水的 粗俗的 苍白的 衰弱的 和给不到人好感的 而佛陀的弟子们 则是高兴的 喜气洋洋的 和振奋的 享受精神生活 并以严肃和平的 轻悉心情生活住 国王补充说 他相信这种健全的气质 是由于 大弟子们 看不到某种佛陀伟大 和充满心意的佛陀教言 以上是中报经语 当询问到 中文文文文一云枉心也 shame 彩虚isi この一辆名 中国的福音 彩虚书 folk 是一个宣传世间诸多不如意的宗教 然而一个人不能够因此 而将佛教列入于悲观的宗教 因为他也都告诉我们 如何消除这些不幸的事 依照佛法 即使罪恶的人 受到应得的果报之后 还是可以解脱的 佛教提供任何人 总有一天会达到解脱的希望 其他的宗教 讲到一些人将会永久坏下去 并且有一个永久的炼肉在等着他们 佛教徒否认这种信仰 佛教既不是悲观 也不是乐观 他不鼓励一个人 在这个世间上 由于悲观和乐观 而改变他的感受 相反地 佛教鼓励我们要活得真真实实 我们必须学习 去了解事物的真实面目 有一点 我能不能够 跟重队 可以 在这儿